记者从大门市有关部门获悉 国航CA8228航班于4月7号晚10时35分起飞之后 有乘客在漆舱中声称机上有炸弹 随后航班返航厦门高旗国际机场 经警方现场检查未在飞机上发现爆炸物 出警民警将这名乘客带回公安机关做进一步调查 随后航班重新起飞 根据第三方航班信息软件显示 这家航班已于8号4054分抵达武汉天河国际机场